哈喽大家好,我是Candy 今天我要更换洗衣房的这个木门 那我洗衣房的这个门也是房子一个进入的门 外面就是我家的院子 这个门之前被前房主反复撬过,已经彻底坏掉了 所以我要更换一下 另外就是这个门放在这边,上面没有玻璃 对我这边采光也有一定影响 我要换一个玻璃的门 这个样子我洗衣房采光会有大大的提升 另外还有就是奇奇怪怪的门 这可以开一半,另外一半不开 我也不知道它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给它换成一个正常的门 我也不需要使用这样的功能 所以在今天视频中我会讲换门的整个流程 包括怎么切割新的门 怎么开锁眼,装门把手等等 那好了话不多说,下面就让我们开始吧 今天的第一步首先要把这个旧的门给拆掉 那我需要把门打开 由于我这个门是上下两个分开的 所以我先把它分开 因为我需要上下分开来拆 我先拆上位这一半 虽然只有半个门 但它同样上下各有一个铰链 我需要把它拆掉 每个铰链各有三颗螺丝 我把它分别卸掉以后 整个门就可以拿下来了 那下面半个门也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我就不多赘述了 那现在上下都拆完以后呢 最大的问题是这边一共有4个铰链的口 而一般门呢只有两个铰链的口 就像我里面厕所的这个门 上下只有两个 中间两个是没有的 那理论上来说呢 进房子的大门 应该是要有三个铰链的 上中下各一个 在我装前门的时候 我也解释过了 大家也仔细看过一遍了 那这边呢 我就准备装两个铰链 我中间一个就不装了 但不管装不装 我这边都要把现在这上面两个铰链给填掉 因为这两个位置是肯定不会再装了 留在这边不装呢 就显得特别突兀 那这里我先用刮板 把这些突出的地方都铲铲干净 然后呢我这边弄一点木逆子 那这就是专门补门框的木逆子 没有弹性的 但是它非常硬 那我就弄点这个东西 它刮在这边 不用刮的很仔细 反正一会还要打磨 下面那个也是一样 另一侧门的叉胶这边我要重点讲一下 它原来木头这边已经被撬了全部圆掉了 因为我说过 它原本那个门已经被撬过很多次了 所以这边门框也是给撬坏了 那这边解决方法有好几种 如果你想保留原来锁舌的位置 把这边填掉的话 就不能用刚才那种普通的木头逆子 那种强度是不够的 到时候人家一撬还是可以撬开的 你应该要用补车板筋用的原子灰 也就是汽车的板筋逆子 就是一盒逆子加一盒固化剂这种东西 用那种东西办好了以后 涂在这边等它干了以后硬度是非常强的 而且不仅非常硬 它和边上的东西粘的还非常牢 你把木头撬断了 那个东西跟木头之间也不会裂开 总之在这种关键的部分 你要补的时候就不能用普通的木逆子 一定要用汽车的板筋逆子或者金属逆子 这样的强度才够 我这边也需要把插销的金属片先卸下来 因为这边我是不会重复使用这个坑的 原因也很简单 不是因为这边是撬过的 所以我感觉补完不安全 我刚才也说过了 用汽车的板筋逆子补完 比木头本身还要坚固 强度是可以补回来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由于我之前是上下两部分的门 所以它门把手的高度是不标准的 它装的特别高 用起来不是很方便 所以我要把它挪到标准的位置 这样和别的几个门的高度也是一样的 用起来顺手看上去比较美观 所以我这边原来锁实的位置 我需要填掉的 像这种填的 因为不是主要受力的位置 我就可以用普通的木逆子来填 因为到时候这边是不会受力的 所以我就没有那么讲究了 同样不需要挂的非常好 反正一会儿都需要重新打磨 现成这个机会 也可以把门框和墙之间的缝给填掉 这个房子也将近50年了 出现这些裂缝很正常 这边就不能用普通的木逆子 一定要用这种有弹性的逆子 因为你在门开关的时候是会有震动的 如果你用没弹性的逆子 以后还是会裂 用有弹性的逆子 以后这边就很难裂开了 关于打胶填缝我有专门的视频 如果你没有经验不会弄的话 可以参看那个视频 这边我就不详细讲技巧了 趁填门框的这个机会 我会把边上窗框的瑕疵也都填掉 因为窗框在水斗边上 有时候也会溅到水 所以上面很多地方损坏的也比较严重 这一次烦心我都可以顺便给它做好 另外假设你还有多的时间 你也可以把墙缝稍微填一下 我最早在补墙缝的视频里也说过 有些缝需要有弹性的逆子来补 它以后才不会复发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机会 用之前演示过的方法 把墙角和墙缝的裂缝 都剩这个机会统统都填掉 这些逆子这些胶都要干一段时间 在等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干等 现在我们就可以测量整个门框的尺寸 然后就可以准备切木门了 测量这边也是有技巧的 要不然你是很难切精确的 不过在说测量之前我先说一下 澳洲的这门这木门都是有标准尺寸的 一般分两种室内门和大门 大门的厚度一般是4厘米厚 40毫米 而一般室内的门是35毫米 室内一般用的是空心门特别轻 而大门一般用的是实心的门 会稍微重一点 那另外尺寸上的室内门会稍微窄一点 大门会稍微宽一点 但这个差的也不是很多 一般你买大门你切小了 也可以当室内门用 这个没有关系 但是你不要拿空心的门 不要拿室内门当大门用 那样也不安全 就算不考虑安全的因素 室内门可能也经不起太阳的暴晒 或者雨水打上去可能也会坏 因为它不是设计给大门用的 所以买的时候要注意 像我这边直接通到院子 通到室外去了 一定要买大门 不要买室内门 这样就可以了 接着测量很显然 首先要测量它的宽度和高度 但是这么测量是非常不精确的 这边一定要注意 因为我的门框已经将近50年了 木头的东西经过四五十年的冷热收缩 多少都是有变形的 所以我们切门的时候 尽量要按照门框现在的尺寸来 那也就是说 我们测量它宽度的时候 从上面到下面 我们多测量几个点 像我这边可能就测量4到5个点 来确保它最终的宽度比较精确 另外它高度也是 也不要只测量中间或者只测量边上 因为你另外头可能尺寸是不一样的 你也是多测量几个点 脚链那头的高低测量一遍 门锁这边的高低测量一遍 门中间也测量一遍 至少测量三个点你才能确定 就算你门框顶上是水平的 你下面地面也可能是斜的 这些因素都要在测量的时候考虑进去 就算你测量的竖的尺寸都是一样 横的尺寸也都是一样 这边很可能门框还是平四边形的 它还是不是一个长方形 所以我们还要测量对角线 我们测量对角线如果长度一样 再加上刚才横竖的尺寸都是完全一样的 那就说明这是一个很正的长方形 如果它不正也没有关系 你按照你测量的数据来 总之切成你测量出来的形状就行了 那比如像我这边 我刚刚测量下来 门的腰这边比门框的上下要窄一厘米 其实差的还是非常多的 那我这个因素就要考虑进去 其实我的门是有点中间腰是细的那种感觉 现在门框的形状 那我门就按照这个来切 另外就是我上面这一段还是比较平的 但是下面的地确实是斜的 不是完全水平的 所以下面切的时候 我也会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 对角线往后才量了 基本上还是比较接近的 所以说我不会太担心 那接下来就把这些数据转移到你的木门上 然后就可以开始切割了 那我这里这个门是当时人家拆房子前我去捡的 我当时捡了两个 一个之前已经做过视频 我是放在室内放在客厅那边用了 重点是这双门是完全实木的 这些都是真的木头 不是贴面的 也不是复合板等等 这个是真的一块块实心的木头给拼成的 所以我觉得非常好我就捡回来了 因为现在你要去买设这个实木的门 可能就要小1000澳元 特别是带玻璃的这种都不便宜 有时候你买到1000块澳元这个价格 你想买带玻璃的 你也只能买到复合板的或者贴面的 真的还买不到实木的 所以我把这个捡回来还是非常值得的 一分钱都没有花 那么要把刚才的数据转移到门上的 我们还要注意的是 像我这种中间有造型的门 而且造型是对称的门 我们要切割它宽度的时候 就要保持它左右对称 要不然的话一边宽一边窄的话就非常难看 我们既然还是要保持它的玻璃在正中间 整个花纹是正中间是对称的 所以假设整个门宽我们要切到两厘米 我们在两边就各切掉一厘米 这样就比较合适 刚才门框测量下来的数据转移到门上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 由于我们两边上下都要留缝 要不然门会卡住 所以我要比刚才的数据都多切进去 3毫米到5毫米 每一侧都是 这样子才是正好的 把数据画到门上的时候 不要把这一点忘记了就行 切的时候我使用圆锯 因为圆锯切的比较直 关于圆锯怎么用法 我也有专门的视频讲本期视频不是教怎么用工具 所以我就不展开讲了 切的时候其实我脑洞大开了一把 我在这边切的时候没有切到底 我留了一块 刚才切的时候如果你注意的话 肯定也发现了 我在横的又切了一刀 这样子以后关门的时候 这一条就可以压到我门框下面的条金属边那边 这样子的好处是以后门下面不会漏风 以后这样洗衣房的灰尘就会稍微少一点 另外这种用圆锯切好的地方还是非常锋利的 我们直接这么装是不行的 因为这么锋利的脚很容易磕坏 我们一定要把它弄得圆滑一点 这里我们可以用砂纸 把边上周围切过的地方全部打磨一遍 这里注意砂纸粗细不是那么讲究 我们只是稍微把脚弄得圆滑一点而已 80目120目240目都可以 你有什么用什么就可以了 这一步做完以后门就算准备完了 接下来像我10目的门就可以给木头做毛布上游 或者如果你是想上油漆的话 也可以在现在准备上油漆了 但是在上油漆之前我最后还会再试装一下 确保尺寸都无误 如果你刚刚测量准的话 现在尺寸应该不会差了很多 如果还有误差装不进去的话 你再拿下来切掉点就行了 但是这边除了要对照尺寸以外 我们还可以把脚链的位置给标记出来 这个样子在刷漆之前 我们就可以把两个脚链的位置给修出来 这里用凿子和锤子就可以完成了 这和门框上给脚链开槽的方法是一样的 刷漆我这次使用珠光的水性聚氨纸 之前我有记视频对比过 不同油性和水性的清漆给木头的效果 这次使用水性的一个是不希望味道那么大太臭 另一个原因就是我希望这个门颜色不要太鲜艳 我还是希望它保持原来比较淡的一个木色 这间刷油性漆的时候 我会把这些玻璃的地方都贴起来 防止漆刷到上面 但贴玻璃的时候还是非常费时间的 包括这边还有弧形的 我都需要拿小刀来切美温胶 非常浪费时间 所以这次刷水性的时候 我就利用水性的特点 它干的快的特点 我就不贴了 我直接刷到玻璃上 因为之后去除是非常方便的 我不用担心留下痕迹 和所有刷漆的活一样 我会先把角落里比较难刷的地方先刷上 然后再把整个门彻底覆盖一遍 刷水性漆还是非常好刷的 既不用担心沾手上 也不用担心滴地上 反正没干之前都是可以用水洗的 但是由于水性漆干的非常快 所以要尽量刷的快一点 不能像油性漆一样慢慢刷 要不然的话 你刚刷上它就马上干了 你回头再刷的时候颜色就不一样了 我这边计划给它刷两到三遍 由于是水性漆 所以它干的非常快 基本上像这样放着 等10分钟20分钟已经干的非常彻底了 我们就可以马上刷下一遍了 我这边第二遍跟第一遍的流程差不多 这里注意我刷的时候 都是按照它木纹的方向来刷的 这样刷可以让漆更深的吃到木纹里面去 这样漆以后不容易掉 而且刷完也不太容易留下刷痕 第二遍干我会让它时间长一点 我会等30分钟左右 等漆彻彻底底的干进去 因为最后我还要刷第三遍 刷第三遍之前 我还会处理一下表面那些毛刺 因为水性漆很容易让这种带油的木头 产生毛刺 最后质感就不好看 所以刷第三遍之前 我让它彻底干透 我要处理一下它的毛刺问题 最后再刷上第三遍 把木头彻底保护起来 我放在这边再等一会再回来 现在两层都干了 我们看木头的细节 这边是不是都有这些起毛的状况 包括这上面都是一点点起毛 看上去不平整 而右边上面这一侧 这边看上去就相对比较平整 其实木头跟木头确实是不一样的 有些木头就容易起毛 有些木头就不容易起毛 这时候我们可以用细点的砂纸 把这些表面凸起的地方再打磨一下 可以用240目或者400目 稍微细点的不要把之前的清漆给磨掉太多 我们可以用手稍微摸一下 感受一下哪里有木刺 有凸起的木刺就用砂纸稍微磨一下 这样可以确保最后木头出来的质感最好 全磨完以后用脚干的湿毛巾 把上面的灰尘擦一下 然后这边我就可以给它刷上最后一遍清漆了 其实这一套打磨毛刺再刷漆的流程 你可以反复对你的木头使用 每多弄一次你最后的木头质感都会更上一层楼 我这里这个门又装在后面洗衣房的不是那么重要 我也不是太在意它的质感 而且它的木头也不是那么容易起毛刺 我觉得这个质感就非常好了 接下来我就等它彻底干 在干的过程中你也不要白等 可以处理一下刚才刷到玻璃上的东西 现在都可以把它弄干净 处理这种漆最快的方法就是给它刮掉 这边我们可以用刮板或者小刀都可以 首先就是在这个边上做一圈切割 这样可以确保木头上的漆不会被一起扯下来 然后用刮板或者小刀把边上的漆给铲下来 像这个样子看就处理干净了 待会再把灰抖抖干净就行了 是不是还是很快的 这种方法有时候比贴美纹胶更快 但是也只适合用于陶瓷或者玻璃这种材质上 如果你边上是软的材质你肯定也只能贴脚带 玻璃都弄完以后我们等这层漆彻底干 然后这一面门就准备完了 我们待会把门翻过来用刚才一样的技巧再把另外一面也刷掉 一模一样的流程我就不再重复展示一遍了 两面都弄完以后我们的门就彻底准备完了 接着就可以去门框那边准备门框了 这里不光是门框 我窗框也会一起刷一遍 因为之前准备的时候把这边边上的缝底也都填了 所以趁刷门这个机会我就可以把窗框一起刷了 那现在就要对窗框和门框进行一下打磨 尤其是刚才填过膩子的这些地方都要好好磨好 同样用砂纸包着木块然后给它磨平整就行了 重新把门框的棱角给修出来就行了 打磨到差不多平整以后 到会刷漆后盖住了以后就基本上看不出来了 我就把之前这边铰链的位置给填掉了 包括下面这里的铰链方法也是完全一样的 另外还有旧锁舌这边很显然方法也是一样的 给它磨平这边之前的痕迹就消失不见了 另外像旧的窗框上面的窗台上面有很多脏东西 我们也可以经过一次彻底打磨 把上面的东西都去除 这样最后刷上漆翘会也会比较好 窗框这里比较平整大面积的地方 我就使用电动工具来打磨了 这样速度可以快一点 当然这些棱角里缝里我们还是需要用砂纸包着木块来磨 这有电动工具够不到 我们就手动来磨 那边门框如果你想像这样总的磨一下也可以 这样可以让最后刷漆的效果更好 弄完以后我这边用吸尘器快速把这边吸一下 把刚才的灰尘弄掉点 然后再用脚干的湿毛巾把剩余的灰尘都彻底擦干净 现在我就要给他们都贴上美纹胶 因为墙面是软的 刚才那招用刀刮的办法就不适用了 所以我要给它贴起来 门框和窗框我今天依然给它刷油性漆 和上次我装防盗门的时候刷的外面的板一样 由于它原来用的是油性漆 所以我只能继续刷油性漆 那之前也在多期视频里解释过为什么了 我这边不再多赘述了 如果你不知道原来的漆是水性漆还是油性漆 你可以用丙桐做一个快速的测试 如果褪色的话就是水性漆 基本不褪色就是油性漆 非常直观的一个测试 知道结果了以后 你只要刷相同类别的漆就行了 可以保证它可以彻彻底底的粘住 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 也不会产生任何化学反应 那和所有刷漆一样 我这边都是至少给它刷两遍 第一遍尤其注意 把角落里不好刷的地方都填上颜色 由于我这边都刷了油性漆 所以刷完以后会干的比较慢 我就给它放一个晚上 第二天再来刷第二遍 如果你刷水性漆的话 就和我刚才刷门一样 你刷完基本上马上就可以刷第二遍了 现在是第二天了 我今天早上又把这边的门框 都重新刷了一遍 我吃了个午饭 现在基本上可以摸了 差不多干了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比如就说我之前门框补过的 这里锁蛇这个位置 如果还记得的话 锁蛇刚开始的时候 边上门框这边缺了一大块角 我后来都补好了 包括锁蛇那个洞 现在你在找 已经找不到锁蛇的位置在哪了 你可能会觉得是不是这 这边有点凹进去 或者是不是这 这边有点坑坑洼洼 其实都不是 锁蛇就在这个位置 这是我补过的地方 这是原来木头就不是很整齐 我没有好好补的 因为也不是很明显 我就不去管它了 所以我补过的地方 反而比它原来更好了 非常连贯 摸起来也没有感觉 我们从下慢慢的一直到上面 整个门框就看上去像新的一样 像是从来没有开过洞一样 那包括另一侧补掉的两个铰链 我们这样一路看下去 也基本上看不出印子了 那现在我就把之前的美纹胶都可以撕了 门框的翻新刷漆都已经做完了 这个是我之前拆下来的铰链 这个已经很旧了 它上面刷过油漆 现在有点卡 而且反面已经可以看到 它上面有点锈了 因为这个是对着室外的门 所以总有点潮气会粘在上面 锈料很正常 这次我就买了新的铰链 这个是不锈钢的 它应该可以更加防锈 以后放在这边就不容易锈 这次顺便换门的时候 我都给它换新的 这里上下两个铰链 我都先给它拧一颗螺丝 先看看位置 我买的都是和以前一样规格 一样尺寸的 所以我就没有再调整它上面槽的大小了 这样的话相对简单一点 那这个样子以后 由于我要装新的门 新的门上是没有动的 所以这里我要量出铰链的侧边 到门框边上这条边的距离是多少 这样子装完可以确保门不卡到边上 门框这上面稍微要有点预留 我这里量下来是14毫米 那我待会到门上转移数据的时候 留个两毫米的间距 确保门关的时候不会卡到边上 包括上面那个铰链也是一模一样的 现在我就可以把门抱过来 准备装门了 拍摄的时候这段音频我掉了 现在我只能补充说明一下 这里我在门下面垫一点东西 确保门离地面有一点距离 然后我把门慢慢的移到它需要安装的位置 我刚才量的12毫米现在就要用上了 铰链的边缘离门正面的面距离为12毫米 确认无误的话 就可以先拧一颗螺丝试装一下 下面的颗链也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调整好距离 然后拧一颗螺丝试装一下 在上剩下螺丝之前 在最后确认一下门的藕合有没有问题 看看周围的门缝 四周的间隔都怎么样 如果需要调整还可以上下进行调整 举个例子 如果我这边门缝发现上面门缝大 下面门缝小 或者说我下面门直接撞到门框上了 我这个时候就可以把下面的铰链 再把槽开得深一点 然后再把它装回去 然后反之如果上面的门撞到了以后 我就可以把上面的铰链 再把螺丝卸了 把槽开大点 再往里面弄一点 这样子门就可以把上面的缝给拉开来 包括门的上下 也可以通过调整铰链的螺丝来调整 如果刚才拧了螺丝不精确的话 比如说开门的时候撞到上面门框 或者开门的时候撞到下面地上的话 都可以趁现在这个机会进行调整 如果没有问题 或者有问题调整好了以后 就直接可以把剩下的螺丝都拧紧了 然后我就成功的把门挂到铰链上了 现在上下两个铰链虽然装上了 门也关得上的 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感觉这个门还是挺重的 我还是想再加一个铰链在中间 现在虽然门装上了 但现在加铰链还是不影响的 我去又买了一个铰链 我在这边快速的弄一下 还是一样先标记出铰链的位置 其实现在门装上了以后 我标记起来就更加精确了 这里依然是用锤子和枣子 把这边的口给开出来 和刚才看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任何区别 同样在最后彻底固定完之前 我也是先拧一个螺丝试装一下 不过由于门已经装到位了 现在铰链如果可以卡到位的话 基本上问题是不大了 我们最后关门试一下 也是以防万一 那好 现在不管关开 它都没有一个扯着或者推着的感觉 说明我这个铰链的槽就开到位了 那我现在就先给它拆下来 在这边补上漆 这样整个外观看上去会完美一点 以后木头也不容易烂掉 接着我换长一点的螺丝 把这个铰链就彻底装到位了 那好 现在这个门就有完整的三个铰链了 我就不再怕它掉了 那接着我们来装门把手 由于这个门是新的 从来没有挖过洞 包括我的门框也被我填掉了 可以当做是完全没有挖过洞的 新门框来处理 那我这边装锁呢 就等于是从头开始 可以装在任何我想要的高度 不过让这个门把手 和我家别的门把手的高度更加统一 其他门的门把手全是门把手中心 到地面的距离是105厘米 那我这边也用一样的高度 我用卷尺标记出高度 然后澳洲标准的锁舌 都是锁舌这个面 到门把手中心的距离是60毫米 所以我要再量一个门的侧面 到门把手中心为60毫米 那一横一竖的位置有了 现在就可以开始开洞了 我先用电钻 在中间钻一个小洞 把整个门给钻穿 然后我再用孔锯的钻头 把整个门把手的位置给挖出来 如果你门太透的话 这一步记得可以正反面同时来钻 那我这里就钻通了 然后到门侧面搞锁舌这个口 同样也是标记住它的中间点 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挖洞了 这边用的工具稍微有点不一样 用的是这种扁平的钻头 那我这里一样 把锁舌的位置给钻出来 那这样锁舌的洞也就有了 接着把锁舌拿过来试装一下 如果你大小不对 因为你钻头太小了 或者怎么样 没有合适的钻头 那你可以用凿子 把这个洞带修修大 以前视频里我一直用凿子 今天我难得用钻头 套进去以后它不是还凸出来吗 那我们就需要把它的轮廓 用笔标记一下 然后再用凿子和锤子 把这边给削下去一块 让大伙锁舌可以彻底做到门里面去 这和刚才开脚裂的时候很类似 注意给门的锁舌开槽的时候 很容易把门给砸裂的 所以我强烈建议 先把轮廓稍微砸下去一点 然后再开始往下挖 这样可以大大减少门给砸裂的可能 槽开完以后 把锁舌塞进去试一下尺寸 如果很完美可以做进去 那就可以了 如果不完美的话再修饰一下 我先给它临时的拧上两颗小螺丝固定一下 接着我们就来装门把手 那我这次要装的是带密码的门把手 这个跟传统的门把手不一样 它上面这边还需要挖一个洞 所以我先把这个位置给量出来 我在门的上面再挖一个洞 然后我要先装门的外侧 门把手的上面有三根柱 我先把这个都给装到位 全用扳手给它上紧 这个差点忘了 其实我可以把这个锁性再拆下来一下 因为我还需要在这给它补一点漆 这样可以确保以后木头不容易烂掉 然后我再给它装回去 那它后面还有密封的橡胶垫 也不要忘记给它装上 然后整个东西可以直接套过去 注意对准这上面三个洞 才能非常顺畅的套过去 背面这一半先是门把手的这个方形的柱 先得插进去 然后有一个这样子装电池的底座给它套过来 把上面三颗固定的螺栓都套上 给它插上电源 再给它装上电池 然后背面这边的门把手也可以套上 把上下两颗固定的螺栓都拧紧 那门把手这块我就算装上了 正反面都装好了 接着就要把门把手对着门框 在门框上标记出铁片的位置 那门框这里我就把刚才标记好的位置 延伸过来 那这是锁舌的高度 锁舌横向的位置就要用尺来量了 我刚才量好这边是26 那我会给它一毫米的预留 放到27 然后把这个铁片拿过来 尽量放到锯中的位置 这样就可以把它的轮廓给画出来了 我这里很惊悚的钻到一个钉子 那我先把钉子拔出来 这个洞我也得先补掉 我这钻头可能有点爆了 但是再试试 如果还能往下打的话 再往下打一点 好了这样差不多够深了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回来再用凿子 把这个口也开了凹进去 这样可以确保整个铁片做进去 拿过来试一下尺寸 先拿两颗小螺丝试装一下 我这里关一下门试一下位置 那可以看到现在是非常完美的 而且我用力去摇这个门的尖气 也特别特别小 那这个位置对我来说就非常好 完全没有问题 由于这边补了个洞呢 所以我准备等这边钉子大会干一下 我就把这边给再刷一遍 我顺便在这个地方用凿子挖下去了一点 因为我发现锁石有点撞这个门框 挖下去点它就撞不到了 ok这样的话就恢复了 这边可以再到外面来关门做一下测试 现在掰门把手是进不去的 我如果在这边按上密码 那这样就可以开进去了 那这个锁就没有问题 当然我用钥匙也是可以开的在这边 用手机什么也能开 这每个锁不一样要根据厂家来 我这边就不展开了 总之我这边测试下来 知道我没有装错 那这样就可以了 门把手装上以后 这个门还有最后一件事情我要做 就是要在门的底下装上一个这个门吸 这样的话上面门把手开门的时候 就不会撞到边上墙 而且这次我买的是吸铁石的款式 也就是门开足了以后 可以吸在墙上 这样这个门我就可以保持打开 不用怕被风给吹着关上 我的洗衣房就可以通风了 我先把门这侧的装上 拧两个螺丝就可以了 然后我吸上另一半 把门打开开足 这样另一半墙上的位置也有了 那OK这样就吸上了 那现在上门把手这边就不用担心撞墙了 因为被下面挡住了 上面撞不到了 而且现在吸也是吸住了以后 我开着门稍微有点风 也不用担心门给吹上 我这个门可以大胆的开着通风 只要外面杀门是关着的 我就不怕虫飞进来 另外我之前贴门的时候 这边不是贴了一个盐留在这边吗 现在我门和地面的缝隙就非常小 我在关门的时候在下面一条盐 就可以撞在这个上面 虽然不会那么精确了 但是我以后就可以在这边贴上一个橡胶条 这样子门就可以保证完全密封 而且同时我门离地面的间隙就非常非常小 看上去也比较美观 可以对比一下我现在下面的门缝 和边上我旧的厕所门的门缝 这里很明显我切的非常精确 门缝留的就比较小 那现在我这个门装完以后 我改造洗房的第一步 采光问题就大大解决了 以后在这边使用就会明亮很多 现在你可能感觉这个木纹的门 好像和周围的白色的门 白色的门框 白色的窗框都不是很搭配 但这没有关系 因为我之后这边会做石木的桌面 石木的桌面跟石木的大门 正好可以呼应起来 也可以突出我这边的一个风格 和石木的质感 现在这个木门从外面看的话 和上次刚换的纱窗门还是非常搭配的 黑色的网格正好能让里面 石木的质感给体现出来 那么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觉得今天视频有帮助的话 记得在下面帮我点赞支持一下 本期视频就到这边 我是Candy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